在台北市 能夠與繁華的永康街 相互呼應的就是西門町了 這裡是台灣流行時尚 藝術以及文化的先驅 更是年輕人和外國客人 Jopping的順地 但是我說天節啊 你會不會太誇張了 哇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手上大包小包 因為這裡是西門町 什麼都有 但是拿這麼多東西 逛街就麻煩了 不過我知道我家旅店 可能到很多外國人 像我一樣有這樣 手一滑就刷了一大堆東西 所以他們有打包的服務喔 而且離捷運站很近 還好就在西門町裡面 本身真的很麻煩耶 Derry 來啦來啦 麻煩你囉 那我什麼問題 交給我吧 對 謝謝 這麼會買今天 誰叫這裡是西門町嘛 這麼多 我好像有東西忘了買耶 有個朋友要買 沒關係 我這邊有琳瑯滿目的代購器 這邊 你看一下 所有伴手禮袋這邊都可以買 對啊 而且是我們去幫你買回來喔 你們要幫我買 當然啦 那要收服務費嗎 當然不用啊 就是要秉持客人至上的精神 而服務人員胸前別的旗子 更是暗藏玄機喔 我們只要在上面別類的國旗呢 就是會講那一國的語言 像這個是 這個是香港的區旗 所以說你廣東話OK囉 是廣東話囉 真的嗎 那要考一下囉 那個台北車站怎麼走 車站出門後右轉一直走 看到打左轉一直走 好厲害啊 經過咱們捷克的燕鳴證身 保證真的都是有弟子的啦 話說了這麼多 房間都還沒看呢 聽說這裡的房型很特別喔 像我們一般飯店進去都是玄關 為什麼你進來會是洗手台 很特別耶 很特別吧 你進來還可以先洗個手 完了 好 先洗一下手 舒適一下 而且你們都用一些圖示 是啊 牆壁上用可愛的圖案代替文字 去除了語言上的隔閡 不僅是房間 每個樓層也都可以看到這些 類似的圖示呢 而且你看你們衣櫃是開放式的 或者你進來就可以把衣服脫下來 先掛上 這樣子 因為有些年輕人覺得 要開衣櫃呢 其實很佔空間又很麻煩有沒有 是 你們這設計真的滿貼心的耶 哇 你們的床怎麼這麼特別 像我們一般飯店你們有床頭板是在那裡 床是在這裡 但是你們床頭板設計在這裡 為什麼這樣設計啊 因為這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個人有自己的空間啊 一分為二的設計真的太有才了 每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小天地 想要看書報或者是發呆都可以喔 但是全館最大的亮點就是 重視採光 陽光透進來 輕輕跟著好起來 也因為這樣 所以每個房型都很特別 錦麟西門町的雨店 可以看到流行史上的元素 充斥在各個角落 在有限的空間裡頭 運用創意做設計和變化 就是要讓旅客們充滿濃濃的驚喜感啦 你有口感的時間 過程 有上一天 在這裡 用三天的火車 還買到三天的火車 要安裝 還有一天 有這天的火車 是在這裡 你沒有什麼 有夠的 還有一天的火車 也有辦法 有任何火車